挑雞然後裡面放那個粉 那叫什麼粉條 龜仔條 龜仔條 來給大家看一下 你看乾鍋的那個龜仔條 滿滿的那個 裹的那個醬在上面 鮮蝦腸粉 有蛋黃 它裡面有蛋黃耶 一抄下去那個肉就分開了 好多喔 這很堵啊 小龍蝦鍋 你看裡面全部都是龍蝦 喔 海雪 海尿 海南 美麗 海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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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欸!你不要過來啦! 煩欸! 笑屁! 好累喔,第一次開場這麼的煩 大家好,我是德瑞克 你今天有看到嗎?我們在凌空超級超級高的 博天人開場,大家知道我們現在在哪裡嗎? 我講到五輪次了 我們在月梅,我們在麗寶這邊 那今天的話就是四月的連假 我講說,等一下我們影片上差不多五月了 那我們來拍一系列的 就是帶著媽媽出來走一走的特輯 那這次我們來到麗寶樂園 然後在超級高的摩選上面開場 那今天我們到麗寶以後 我們樂園裡面會拍 那但是我們最重要的是,我們是拍什麼拍吃的 所以我們在奧莫 奧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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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奧莫裡面我們有找了兩間 一間是叫鋼點大師,他是賣鋼點的 然後他有賣工夫菜 好工夫啊 對,工夫菜,好吃的 你們也拍,帶媽媽來這邊拍給大家看 那,就這樣子 好了,我不要講了,我現在已經... 四高點了,四高點了,你往前 哇,好高啊,哇,好高啊 好啦,那等一下我們就拍給大家看囉 好,走囉 我們的餐都到齊了 現在媽媽他們坐在對面,我們等一下再拍他們 我們先介紹完,趕快吃一吃 超多的,他說這個是那個 港點大師的工夫菜 他有ABC套餐 我們,我們點了A套餐 工夫啊,好工夫啊 我剛才看他這超屌的 龍蝦乾鍋,等一下拍給大家看 龍蝦乾鍋超屌的 然後還有一個是那個 他好像那種花雕雞 然後裡面放那個粉 那種粉條 然後那個西滿那個醬汁 我們先吃港點,從港點開始吃 第一個這個是大雜蟹的這個 蟹黃 大雜蟹的蟹黃的這個 燒賣 然後他說是可以配這種 這個醋 粉色的耶,粉色的醋耶 啊對啊,因為那個吃螃蟹好像都是沾醋啊 這邊好像鎮漿醋的 我剛剛要咬下去的時候就有先吸到上面那個蟹黃的香味 好吃耶 整體口味還不錯 因為我們剛才擺了有點久 可是他的皮 他冷掉皮還沒有變硬 還是Q的 這個還不錯 啊這個 蘿蔔糕 超白蘿蔔,他蘿蔔糕超厚的 很厚喔 快要快要快要到五十 你看我這樣拿的都有點快抖了 很重 然後他蘿蔔糕說是要沾這個 辣椒醬 他蘿蔔糕裡面感覺也有放很多 像什麼那種類似燒辣的肉的感覺 這蘿蔔糕我給他100分 他沒有蝦米 他裡面蘿蔔糕吃得到 一塊一塊的蘿蔔 菜桃燉得很入味的很軟的 他蘿蔔糕好強 他蘿蔔糕對不對 很強喔 他蘿蔔糕來一定要點 對他裡面吃得到 而且他那一塊一塊的蘿蔔 咬下去是會噴甜甜的汁出來 蘿蔔那個汁你自己吃吃看 吃一吃嘴巴會噴 他蘿蔔糕好吃耶 我平常本身平常 其實我老實講 我不太喜歡吃蘿蔔糕 所以你有咬到了嗎 咬到了齁 他那個裡面那個很像是 煮得很很很很甜的那個菜桃 然後切的一小塊一小塊 混在蘿蔔的這個漿裡面 他的蘿蔔糕已經要講 超強蘿蔔糕 他有菜桃的那個 我本想用噴那個字耶 噴了噴噴噴水 好那我們來吃這個 剛剛姐姐他們大力讚賞的乾鍋雞 來給大家看一下 你看那個乾鍋的那個龜仔條 滿滿的那個裹的那個醬在上面 然後他裡面還有這種 他的雞肉感覺是外面有先炸過 然後再進去裡面燉 然後還有貢丸跟蝦子 這個龜仔條看起來就很好吃啊 有沒有那個入味 嘴巴高潮了 我沒有被嘗試過了 哇好吃耶 分掉的Q就不用講了 他裡面那個 他那個就很像是 三杯雞 三杯雞對 三杯雞 但是他比較偏一點甜 你的大字幕在後面是吧 對他比較偏 對他在幫我 他在幫我那個吃窮的時候 提點提點字過來 好 而且然後他比較有一點偏 比較偏甜 魚肉 那是魚肉是不是 喔他 他有魚肉跟土雞腿 他這個是鯛魚耶 他上面是鯛魚 你看這個是鯛魚的肉耶 炸過然後再拿去燉 哇 好好吃喔 真的好 真的是好功夫喔 出了 他這個功夫真好 哇好吃 目前吃到現在還沒有地雷 還沒有地雷 唯一一個地雷有可能就是我媽在吃的那個芥蘭菜 因為他沒有沾醬他就直接 人家有給他好友他不吃好友 他雷蘭菜單吃也好吃啊 對 不用沾醬油也可以 單吃其實也可以 身為一個美食推廣者 要健康也要顧 你看我沒有吃菜 那雷蘭菜 不用沾醬油也可以啊 嗯 喔他是軟的 他沒有很硬耶 沒有沒有 汆燙的讓他的軟硬適中 因為以前我是雷蘭菜 他會有那種腥味 那個 中間沒有熟的那個生菜味 他沒有他沒有 我媽一個人把一整盤菜塊吃光光了 對 來大家介紹一下 這個是得媽 得媽得媽 對對對非常棒 他是吃素的 所以我們這次安排的行程裡面 每一餐一定都有素的 某些啦 第二個是這個 我去港點最喜歡吃的就是這個 鮮蝦腸粉 每一個 欸怎麼旁邊拖出一張筷子 我姐受不了 他每一隻蝦上面 每一個腸粉都切了一個 包一整隻的大蝦了 他底下醬油夠 又甜又鹹 然後 腸粉的皮 Q的以外 他的蝦子 他的蝦子很棒 他是很韓脆的 他的腸粉我給過 有一些腸粉不好吃 是因為他的蝦子是 軟軟的 小小軟軟的 對 很棒 各位我跟你講 現在我們覺得 裡面所有的豆菜啊 如果對我第一個推薦的話 我會推薦他的蘿蔔糕 他蘿蔔糕真的 我第一次吃到的時候 裡面還有切塊會噴汁的 菜桃的蘿蔔的本體 第二名的話就是他的乾鍋 這個雕 這個叫什麼 乾泉雕 土雞 乾鍋 超好吃 而且那個醬絕對要打包回去 一定要打包回去 你看我姐在鏡頭外面一直 嗯嗯嗯嗯 他要打包回去 還有那個肉米雞啊 肉米雞不錯 可是我更喜歡吃他的 就是一句話 噁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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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噁心啊 噁心 鮮蝦腸粉 鮮蝦腸粉好吃 那鮮水餃的話 我本身比較不喜歡他那種 軟軟的口感 可是我比較喜歡吃Q的 所以這個因人而異 他再來的話這個是這個 煮米雞 糯米雞 我們打開給他看一下 姐現在在場外 他一直在吃那個乾鍋雞 他說乾鍋雞超好吃 他沒有說 他有用行動表示 用行動表示 來 這個裡面是 他這個糯米雞 有蛋黃 喔他裡面有蛋黃耶 然後上面是芋頭吧 好香喔 先吃吃看 他那個荷葉的包 包的味道很香 加點糖 我本來看他顏色淡淡的 以為他的味道沒有什麼特別的味道 你不要看他米飯淡淡的顏色 他其實是香的 而且有那個醬香味 好吃耶 好吃耶 它裡面是芋泥混雜的肉 排骨肉的肉絲肉末 這個好吃耶 超好吃 而且我還以為口味很清淡的 沒有 不會滿重的 然後我們來吃這個 我們讓他進入境 小龍蝦鍋 你看裡面全部都是龍蝦 全部都是龍蝦 這個本來就有 他看起來很像是那種 大陸喜歡吃那種上海的那種小龍蝦 小龍蝦裡面還有這個玉米 然後這是魚蛋 有魚蛋 然後還有花椰菜 然後我覺得他裡面那個醬汁 大家吃完可以打包回去 我要回去再煮加水 加水 加水煮粥或煮麵 對都可以 它的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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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給大家看這個很特別的 這一顆是 它叫鹹水餃 它腕皮感覺是炸過的 然後很脆這樣插下去 水晶餃 水晶餃 水晶餃拿去炸 然後裡面有包肉 蛋包的是那個水晶餃的那種肉 肉好像小肉丸喔 對不對 然後我們還有一個這個 超級五穀雞 五穀雞上面還有人參 來喝喝看這個人參雞湯 欸好喝 不會太鹹 然後不油 然後有一點淡淡的酒味 開車不喝酒 開酒不喝車 它給的是整隻的土雞 我們來拍一下這個 好 哇 給它整隻的雞腿都在這 你看 一抄下去那個肉就分開了 好多肉喔 這很堵啊 你剛才說什麼 馬來高裡面就在哪 馬來高 他的男朋友叫馬來高 這叫馬蹄高 馬來高好像羽龍共舞那個 對啊 他男朋友叫什麼 馬來高 他一開始是鮮什麼 這個的話是他的這個馬蹄高 是甜點的 他外面看起來就是用春捲做的 然後炸的脆脆 吃看應該很脆啊 裡面是 裡面是這樣白白的 然後它裡面的口感是很像 粉條 粉條捲在一起 可是它的味道是椰子 有欸 絲一絲一絲的 是好吃的 是好吃的 外皮超脆的 外皮超級脆的 有一點絲膠 外皮是脆的 我講講很像粉條嘛 它很像澱粉 可是它不是澱粉 然後吃起來是有椰子香的味道 是好吃的 不用沾東西就很好吃了 然後這一間的話 我給大家一個評比 第一個就是 那個 每次都叫不齊那個名字 乾泉雕土雞乾鍋 第一名一定要點 再來的話就是它的 對 然後再來的話就是它的 蘿蔔糕也一定要點 蘿蔔糕好好吃喔 然後 它的鮮蝦腸粉 也好吃 目前吃過它這個工夫菜的小點 都算不錯 好想多美雞 只是說這邊底下不好找 對 大家來那個麗寶這邊的話 它在Outlet 它在Outlet的這個好像是C洞 C洞的 靠中間的走 靠中間走廊的 對 星巴克鐘樓後段 的二樓 大字幕在去 對 二樓 因為我們剛才進來找了 它會快半小時 沒關係好久不怕巷子生啦 好吃好吃 這家真的很棒 電家資訊我會放在影片底下 如果你有喜歡的話 你可以留言跟我分享 或者是你那邊有好吃的 你也可以留言跟我介紹 掰掰 又是一世 在旁邊 可以以來有一個接触 導致 非常看 看看 是 看到 在旁邊 拍手 要頭